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价格上还有犹豫 那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老大 就这么决定 宝宝们别着急 今天我们的备货充足 保证你们一定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色号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西西 你到了吗 只剩下十分钟了 我马上就快到了 还有一条街 路上实在太堵了 我从家里一路跑过来的 你不会就穿着直播的汉服去的吧 没办法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次面试的机会 如果拿不到花言系列的推广 我妈下个月的住院费 我就真的出不起了 西西 你也太 先不跟你说了 再联络 prayer 这是 咱们 来 踍 温刘 尼 就 要 咱们 å 你 怎么开车的 差点撞到人 连个道歉都没有 我的面试 终于赶上了 希望我能一举拿下 花园新系列的推广 您就是招聘负责人 Micky姐吧 我是来面试网络 推广主播的 今天名额已经满了 可是我一听说 花园有面试 我就赶紧瞎播过来了 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 网络ID 美西西 资料我会拿回去看的 回去等通知吧 可是 等 又等 我真的不想去面试 等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很怕那个过程 估计又没戏了吧 但这次面试的机会很难得 错过了很可惜 反正你是六号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面试 他们也是来面试的 会不会刚刚Micky姐 负责的是初谁 里面的那个 咋是真正的推广周面 稍等一下 你们也是来参加面试的吧 是啊 不知道有一件事情 能不能拜托一下 什么事 什么事 如果做我女朋友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从没想过 从一段感情中获利 顾总 我喜欢你就是我喜欢你 没有狗多奢求 好 请 你想得到什么 你的人 和你的心 请 好 六号 到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六号 你来面试 我是来面试的 六号 六号 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 是问我 直播带货的数量要求吗 五万 每个月两万也可以 每个月 你确定 虽然我平时工作时长不太多 但是 每个月的数量 至少是十万数起的 所以每个月两万 对我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 如果顾总高抬贵手 五万我也可以 好 就是你了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立刻让人去你订合同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跟在我身边 对 所以我是被录取了 太好了太好了 身份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等等 您刚刚说 二十四小时 跟着你 我每个月付你五万的月薪 让你二十四小时服务 有问题吗 你难道是想要 包养我 我不觉得 应该用这个词 不好意思 我是来面试花园集团的 网络推广主播的 不是来给顾总您 钱规则的 网络推广主播 钱 钱规则 五万 两万 你是把我看成了 来向你明码标价的 刚才不是你自己 明着码开的价吗 我 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 凭什么我们来面试的女生 就要受你这样的侮辱啊 侮辱 总之我不会再和你 以及你的花园合作 老大 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 怎么样 这是怎么了 老大 你打架了 不不不 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 应该是 不会说话你可以不用说 还有 把玫瑰撤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 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 最佳女友面试 也不用招这些麻烦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 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 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 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 照顾你 保护你 把你的 狗树皮啊 强迫症 我去见个客户 今天先到这儿 好 奶奶 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见 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去医院了 但是我通知了梅姨 她会好好照顾您的 我就是例行体检 你不用来 但是西长啊 你知道奶奶的心事 你也年纪不小了 奶奶总盼着还能活着 看到你成家 看到我的 奶奶 客户来电话了 我先挂了啊 我怎么到地下车库了 我明明暗的是一层啊 热死了热死了 你好 不要嫌孙 别动 快 快 我要联系 万一 为了 对不起 但我只想提醒你 这里有很多高清的红外摄像头 你不能 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 只要发个心意的证明 在开口前预感也会答应 你不能 今天都什么事啊 苏小姐 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 请尽快把手术费交齐 美女 您的专车司机为您服务 请上车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这些你出门 都是需要打扮时间的嘛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刚面试怎么样 别提了 那个面是真够晦气的 没事儿 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个小合同吗 这苍蝇在下也是哦 也对 我刚刚去看过妈妈了 医生说 妈妈的病脱不得了要尽快手术 还有欠的那些医药费要尽快补上 否则 妈妈只能先出院了 没事儿 希希 别担心 咱们怎么会有办法的 疼啊 你抓到我了 疼啊 明明是你自己抓上去的 你 你怎么还耍不来啊 你再不起来我报警了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抓人了还不肯负责人啊 宝贝们快看啊 这位大姐被豪车撞到命悬一线哪 你干嘛呀你 我直播呀 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 不能让你这种弱势群体受欺负呀 现在我去报警 把视频交给警察 说不定您还能上社会新闻呢 对 上新闻 别跑啊 别跑啊 没事儿啊 谢谢你啊 小姑娘 再看了吧 再看了吧 要不是有你在 我和我们家老夫人遇到这种情况 还真没办法 您别客气 举手之劳 下次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 对对对对 谢谢啊 先走了 走吧 怎么样 没事儿了 咱俩赶紧点回去追吧 我没事儿 多好的姑娘啊 人美心善 西城要是能找这样的女孩儿 老太太 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身体吧 哇 派了这么多年 就想着西城啊 早点找个女朋友 成家 给我抱虫孙子 今天就是真有望了 恭喜啊 老太太 您多年的心愿啊 终于要达成喽 你看看这个女孩儿眼熟不眼熟 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吗 真是缘分啊 真是缘分啊 这也是因祸得福啊 这可不是啊 西城回来了 奶奶 文艺 你看看这姑娘是谁 不认识啊 你好好看看 真是不认识 我和她只是 我要是不让司徒盯着你 你是不是打算还瞒着奶奶呀 又是司徒这个叛徒 我说你这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存心想气奶奶呀 你是不是让我早点走了 你好 老夫人 老夫人 奶奶奶 奶奶 你别惊动奶奶 奶奶 老夫人 奶奶 奶奶 西城 奶奶奶的身体 是不行了 奶奶 您别多想 医生说了 只是需要静养 奶奶年纪大了 奶奶奶 怕是陪不了你太久了 让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从小性子硬 于是不会转弯 总是委屈自己 有事也从来不跟我说 但奶奶希望你 找一个体贴 温柔的女孩子 好好成个家 即使是奶奶将来走了 也就能放心了 奶奶 您别这么说 西城 西城 听奶奶话 真有喜欢的呀 就把她带回家来奶奶看看 早日成家 奶奶 奶奶 没事 没事 是 还不滚进来 老大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是心疼奶奶 才把监控画面发给她的 要打要罚 我都认 就是千万别开除我 是吗 嗯 那这样 这个月的薪水 全部上交 这个月太多了吧 那全年 这个月 这个月 我认了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当然找到了 我看了当天面试的资料 发现他并不是六号应试者 应该是走错了面试才见到你 但是 这并不影响 他名字最后一个字 西 和监控画面 我查到了 他叫 贺锦西 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小名媛 平时喜欢社交趴 是各大奢侈品店的高端VIP 平时喜欢收集名牌鞋子 哪家鞋子最风靡 就会首先出现在他的脚上 你确定这个人是他 难道不是吗 你看 西 与照片 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我总觉得 好像哪里不一样 就是一样的 老大 奶奶现在逼你逼得越来越紧了 好不容易找到个奶奶喜欢的 你就努努力把她拿下 这样奶奶就不用再唠叨我了 不用再唠叨你了 你也可以安心工作 奶奶可以安心养病 不是吗 会不会穿 有没有培训过 对不起 对不起 走开 对不起 贺小姐 她刚来两天手太笨了 弄疼您了吧 我来帮您看看 行了 别碰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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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了 好的 贺小姐 你的太阳穴由于过度填充已经感染了 必须尽快做修复手术 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整个面部神经的损伤 最好 去国外处理 国外 费用要多少 修复重塑加后期护理 估计一百多万 抱歉 贺小姐 您这张卡已经超现了 请问您还有别的卡吗 什么 贺小姐 您所有的卡都已经超现和冻结了 请问您可以付现金吗 我全都不要了 什么破银行 凭什么动我银行卡 不是说过了过几天还款 我也没说不还 哎呀 哎 贺小姐 再不还钱 下次本在你家门口的可不是油漆了啊 我说过了下个月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下个月 这个月使完的利息还没到账呢 我们还能等你下个月 我说了我会还的 一定会还的 会还的 我已经说了我会还的 还要我怎么样 何锦西 你是哪位 我是花园集团总裁 顾锡城 顾总 我眼睛有些过敏 顾总应该不介意吧 我们直入主题吧 我会和你签约 让你做我的合同之女友 并且和你签订花言的线上推广 合同之女友 花言线上推广 怎么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吗 不管了 先糊弄过去再说 我想知道 我们会合作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恋爱的关系也不会公开 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要求 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量满足你 一旦违反合约 我有权终止合作 顾锡城倒是可以帮我提供 那笔修复的钱 我需要一笔钱 可以 具体数额写在合同上 我要配合多久 总好有个时间吧 合同上面写了 根据奶奶身体情况而定 定金我要百分之五十 我以为他们必须要有钱 剩下的钱 最后会直接打给你的 签名记得要对签 到底怎么回事 该不会这么巧 是苏妍熙 难道苏妍熙和顾西城之前就认识 苏妍熙 我们姐妹这么多年没见 竟然还这么有默契 喂 阿阿 你怎么了 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你去干什么 医院说现在床位紧张 让我不叫千飞 如果我再叫不上 妈妈就要被医院 从病房转到走廊里去了 什么 这也太欺负人了 你等我过去 你别过来了 现在关键是筹道钱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想想办法吧 好久不见 颜惜 我们姐妹俩这么多年没见 有必要一见面就这样对我吗 我有事找你 贺锦西 你的事情我管不着 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 你不想听听吗 我不稀罕 芸汐 就给我几分钟时间 不行吗 你不想听听吗 不好意思 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苏颜惜 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啊 实话告诉你 如果我再不做手术 我的脸就会感染 到时候连命都会没有的 那些催债的人 又逼我逼得那么狠 我们都是妈妈的女儿 你真的忍心看着我死吗 对不起 你遇到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帮你 能吧 只要你愿意 你看看这个 现在顾西城需要一个 合同制女友 只要和她合作 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到时候我就有救了 那天 见顾西城的是你吧 她把你认上我了 还好我在资料里 贴的那张照片 装画得不太夸张 和你区别不大 原来昨天 她真的是在挑选 合同女友 这是你和顾西城 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拒绝 不单单是帮我 我知道妈妈需要钱 做手术 只要你履行合约 我就可以给妈妈提供手术费 我知道你需要钱 我已经替你把医院 欠的钱给付了 怎么样 诚意够不够 我不想骗人 什么骗人 顾西城本来就是要找一个人 假装她女朋友 去给她奶奶演一出戏而已 颜希 你想想妈妈 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妈妈手术 被耽误吗 行 那你就等着 看等到最后 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送妈妈走 好 等一下 我答应你 但是 但是这笔钱 就到是我借你的 以后我一定会还你的 这样才对颜希 我是为了帮你 为了妈妈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 是真正的贺锦西 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 你千万不能被她发现了 她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她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 那我需要做什么 顾西城现在应该在这里的 快去吧 酒店 贺锦西你什么意思啊 放心吧 你那么精灵 可以搞定她的 你 苏颜希 别害怕 一切都是为了妈妈的手术费 好好表现 加油 你可以的 你车到了 好 动笔吧 等等等 我要 写什么呀 姓名 家事 性格 星座 出生年月日 你查户口啊 你要这么想也可以 有什么要求 你直接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你是要我写个人情况吗 我虽然和你签订了合约 但对彼此不够了解 将来我还要带你回家见我奶奶 如果被奶奶发现我们之间还是陌生人的话 那么一切都会结束 结束的意思是 我和你之间的合作 还有 打到你账上所有的定金 如果她把锦西那里的定金收回来 妈妈的一支手术就 我写 不就是个人情况吗 你想知道的 我都写给你 开始吧 没想到拿个花言的推广 还要背课文 我从初中开始 就没背过那么多条条框框 双数 顾总 所有物品使用摆放 必须与双数计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 所有的东西 都要是偶数 也包括你 我 我们结婚吧 结婚 我们结婚了 喂 我和妈妈要出国了 出国 你都没和我商量 不行我不同意 国外的医疗条件更好 放心 我会照顾好妈妈的 你只要按照合同去做 几个月后 你就会和妈妈团聚的 你不能把妈妈带出国 喂 喂 去机场 是否能摸我快一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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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你别害怕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傅伯雅先生 我们对这位小姐 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只是轻微的碰撞 引起过多的反应 没有伤到其他的地方 傅伯雅 等她醒来 就可以帮你抽烟手续了 放心吧 我会认出我来吧 谢谢你啊 医生 不用谢 你醒了 贺小姐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贺小姐 我叫傅伯雅 医院刚刚说要联系你的家人 所以情急之下 我就从你的包里 取了身份证 擅自翻了你的东西 实在抱歉 没事 我还要谢谢你呢 你可别客气 来 贺小姐 你放心 这次事故呢 是我的权责 我会负责到底的 所以你 苏颜辛 你怎么回事 苏颜辛 你 贺锦夕 贺锦夕 你 刚给你打电话吓死我了 接过医院人接的 你又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位是 傅伯雅先生 老大 那不是你的 闭嘴 你 小心点 谢谢啊 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了 顾总 这么巧 你们认识 傅伯雅 你怎么在这儿 贺小姐的车祸 是我 是我造成的 所以在这里照顾她 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女朋友的事情 就不劳你操心了 至于车祸善后 司徒 明天一早 准备历史函 保证准时送达 她是你 女朋友 走 我话还没说完呢 傅 我 你能不能开慢一点 我刚出了车祸 头疼 你干什么 我刚出了车祸 看你又没有撞傻 你才傻了呢 我就是被撞了一下 又没撞出脑震道 我现在清楚清醒清晰得很 这么有精神啊 很好 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 为什么回我家 为什么拿行李啊 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 答应奶奶的 今天晚上搬进顾家 那也太快了吧 总得给我点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 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搬进顾家到我身边来 以后不许再这么晚 单独出门 更不许和不清不楚的人相遇 凭什么 凭你 是我的女朋友 合同制的 好吗 这事先这么过去了 我现在陪你回家拿行李 和顾家 知道了 顾总裁 来 希希 奶奶 快来跟奶奶一起吃饭 好 喜欢吃包子啊 还是油条啊 来 这么丰盛啊 我刚好饿了 是该饿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昨晚睡得可好了 我第一次来顾家 没想到顾家的沙发都 沙发 沙发都这么有特色 我超级喜欢的 喜欢就好 以后啊 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 这家里的一切啊 都是你和西城的 只要你们俩好好的 奶奶这心里呀就踏实了 快吃吧 来 好 快吃 吃吧 我是傅柏雅 下午有空吗 约你见一面 准备 五年 五年 你不成功呢 我这些口哒 他肯定什么 不是? 对 arcade 谢谢乐 我迟到了 没关系的 贺小姐 请坐 你别那么客气 你叫我锦细就行了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什么事啊 这么多年没联系了 总不会是认出我了吧 是这样的 这次约你出来 还是想正式地跟你道个歉 我没事的 那我们 算是朋友了 当然 那么 朋友的礼物 你就不要拒绝了 月桂之华 这个品牌来自欧洲 我是它 在中华区的负责人 你手里这款呢 是我们新系列的彩妆产品 预计在下周 才会全面上市 是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谢谢 我很喜欢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毕竟啊 我可是做足了功课 才敢约你出来的 我知道 你也在做美妆类的带货主播 我看过你的视频 你的潜力很大 所以 我希望 你能够考虑和我签约 进行新产品 线上推广 从来都没有 这么大的品牌方 会看上我们 毕竟 我们的流量数据 挺一般的 其实流量都是创造出来的 你只需要一个机会 东西你现在会去试试 如果感兴趣 我们再往下谈合作 好吗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稍微等我一下 好 我看你的脚 好像受伤了 我买了窗口垫 我帮你贴上吧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 谢谢啊 谢谢啊 果然 饿了什么都好吃 好热啊 奶奶 奶奶 西城回来了 今天工资怎么样 还行 奶奶 公司的事情 改天再给你汇报 我先回房间了 怎么回事 顾 西 城 吃饭了吗 今天太忙了 慧都没有来得及看 顾总 我发现你今天 特别帅 你 你干什么 没什么呀 就是 发现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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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快啊 好凉快啊 你 是 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我喝了奶奶的 汤 我喝了奶奶的 汤 我喝了奶奶的 汤 好热 还真热 我要脱 脱子衣服 顾虚肠 你不热吗 我来帮你 不要 不要 送 送 送 来 我来 来 等 西城啊 你们晚饭吃完了吗 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 不用了 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 好 好 对 梅姨 锦夕小姐 你有一个快递 谢谢 不用客气 快递 是 这是客户精心设计 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 我想来想去 只有送给你最合适 希望你喜欢 富伯雅 什么东西啊 他很有心吗 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 所以 顾锡城 你等一下 都是给你准备的 我 那天晚上我说过 你以后所有的鞋 我都会给你们 这太多了吧 看那一场盛大的烟火 从星空划过 映入你的眼中的璀璨 你用种特别默奋 你干嘛 别动 你以后 再也不用穿某奖的东西 也不用 再这次就不行了 好心情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过得世界引擎跟着你变换 白鱼龙与你有关 失恋也有点有关 你是密集唯一的答案 写字很漂亮 但我不能收 已经源入寄回 多谢你的好友 也让好多事可变得不平凡 手机点点滴滴的喜欢 装进糖果馆 等到那天 线上推广核域已经走完 别忘了来公司办成 好心情与你 有关心情与你 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我们世界引擎跟着你变换 白鱼龙与你有关 事月也有关 你是密集唯一的答案 我明天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 德国客户的饭局 对方邪夫人出席 所以我想带你去 顺便帮我做个翻译 做翻译 嗯 有问题吗 去德国的是贺锦西 不是我 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 客户带夫人出席 但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夫人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不重要啊 你只需要做好翻译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可是我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 出去吧 我一直很看重 德国的生物技术 这次能和丽普曼先着合作 非常地开心 是 我一直在一起 在美国的生物 是 这次的衣服 和丽普曼 丽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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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少吃一点 但别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顾总 这是你最喜欢的特朗词 来 请 你是这样 你愿意 你愿意 你东西有点 我都知道了 什么 你看错了 什么事 肯定 女士 没事吧 不好意思 各位 我来晚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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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丽普曼先生口称的顾问是你 顾总 锦西 我没有见面了 你怎么回事 走 等了吧 没关系 我不用的 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我是觉得 我们普通朋友之间 不必这样 我刚捡到一个东西 这应该是你的吧 这 这是我听音乐用的 丽普曼告诉我 你在德国流过学 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得语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来之前 翻译工作都是我做的 是丽普曼先生不满意吗还是 你是觉得 我听不懂你说德语吗 对不起 傅先生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刚刚是在晚来一步 你不会德语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 诉颜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懂啊 别避开我 颜希 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西成在一起 但是那晚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 叫你真实的名字了 后来我们在海边 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 你就是苏颜希 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 是 我之所以忍着不说 就是希望 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西 又为什么会和顾西成在一起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她女朋友吗 还是你们已经 她女朋友 我其实 坐 回家 顾西成 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 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 抱歉 顾左 您的这个态度 恐怕不能再走她 再说一次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强行带走她 甚至让她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和她是朋友 当然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 未婚妻 你 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 根本用不着你管 你 你 我们明天见一面吧 谢谢 带着这个衣服 我不能收 为什么 我听老板说 你很着急啊 这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衣服 你还是收下吧 傅先生 我们上次在餐厅 被顾锡城打断了 今天正好在这里 我有几句话 想认真地跟你说一下 好 你说 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现我的秘密的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我和贺锦西 其实是双胞胎 双胞胎 嗯 只是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原因 我们被迫分开 抚养长大 能过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只不过 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要留在顾锡城身边 所以 所以其实顾锡城 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那天他才说 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不知道 顾锡城那个人 虽然我往来得不多 但是 以我对他在商界的了解 他要是知道你在骗他 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甚至可能会有危险 希希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你还是尽早离他远点吧 所以 我才想拜托你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能在我平安退出之前 不要让顾锡城知道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 拜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希希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 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 还能再遇到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我一定会 一直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的 以后你无论 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要及时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吗 好 谢谢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好像是我的 我看看 我的我的 买的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 没什么一些私人物品 顾总 你那么忙就别管了 我先回房间了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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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ли valt Jonathan 小姐 你和我视频能不能专心一点啊 我这不是替我们直播做准备的吗 天天不经济化妆计数 我们是会落后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嘛 我听着 能不能关心我一点啊 不错不错 气色挺好的 你这有顾西成关心着你 还用得着我吗 陆安安 有劲 苏妍一席小朋友 你好像要上新闻喽 交通规则人人遵守 交通安全人人都有 马路就像老虎口 不留神就没活口 善待生命 尊章守法 陆路畅通 从我做起 你看这就是你妈 这是成绩交警的账号 还有解说呢 怎么开车的 原来那天 原来那天 她是为了替我挡开左侧的车子 如果没有她 我那天一定会出事的 可我还一直在怪她没有向我道歉 我来 细细 你在听吗 这司徒这家伙又来语音了 安安 我老板娘真的不来了吗 今天可是全场带女伴 等下还有跳舞环节 老板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 虽然她要拉我田树 但是我真的不想和她跳舞 你能不能劝劝你闺蜜 让她克服困难来一下 也算是不辜负了我老板 花五位数给她高定的国风礼服啊 等会儿 这个礼服是顾锡城帮我订的 不是安安你帮我买的吗 哇塞 我隔着屏幕都能看出来 这个是手购高定啊 我哪有这个人脉 这个钱 订得到这种品质的礼服啊 这肯定是顾锡城给你订的呀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是安安送的 慈善晚宴的礼服 这件衣服质改还不错 说明挑选的人是用了新的 你没有其他礼服可以用 不如就收下呗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好像跟你买的一样 收下就行了 费这么多话干嘛 安安 我要去会场 好 顾总 顾总 您准备好了吗 您可以带您的舞伴 跳第一支舞了 不好意思 今天我的舞伴没有 我来啦 我来啦 顾西成 我来啦 你怎么来了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 顾总 我有这个荣幸 和你跳第一支舞吗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treasures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不舒服 我心里觉得你身体不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我们请看大屏幕 天使之类 怎么会是天使之类 姐姐 怎么了 简 seguir 难怪我第一次遇见她 会觉得很熟悉 原来是她 谢谢 这是我妈妈的项链 我把它放在家里 梳妆台的抽屉里 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 才会把妈妈的项链 当成了拍品 这是外婆留下来的 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把它再拍回来 拍回来 接下来的这一件拍品 可是 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 法企人 主办人 才华横溢 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 南宫琉璃小姐 亲自展示 感谢丽临现场的各位嘉宾 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 南宫琉璃 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 能一位同样的慈善 重新相逢 现在 我佩戴的这条项链 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花言集团总裁 顾熙成先生 以前 他就帮助过我很多 今天 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 能拍出最好的价格 来回馈顾先生 最大的善意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南宫小姐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拍吧 我们南宫小姐锦上的这一条绝美的项链 起拍价是二十万元 好 顾总 您的价格是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好 还有吗 好 来 副总也举牌了 您出的价值多少 四十万 四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傅伯爷 能不能让让我们 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 太好 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它拍下来 好 送给你 顾总 您出价多少 傅伯爷 六十万 六十万 非常地给力 还有吗 好 我们的副总又举牌了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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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掌声 你现在看得出来 应该是 非常给力 一百万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你对我来说 同样重要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太给力了 副总又举牌了 副总 副总您这次出的价格是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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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大家掌声响起 送给我们八百一十八号贵宾 来 八百八十八号 我们的副总您出价 两百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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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两百八十万 第一次 两百八十万 第二次 两百八十万 第二次 第三次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顾总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顾总 顾总以两百八十万 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 恭喜顾总 恭喜 西城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对于我来说 锦西 上来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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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这条项链 我想把它送给你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陪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我希望以后的时光 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 这是谁呀这是 是黄岩集团的人吗 刚才我看到就进来了 我听说呀 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 但是说这秘书有这么亲密的 顾学长 别动 你什么都不用管 眼睛看着我 就好了 下车 西成 好久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会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那么就不要再见了 这条线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 你是王子 给你带吧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演戏 为什么不要呢 大家一起演出 一起加油 一起做好朋友不好吗 你看 你看 你是王子 我是公主呢 你看 你是王子 是王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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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老师叫小蜜 西西 好像是叫西西吧 原来你的大名叫 何锦西 怎么了 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 这不挺正习的吗 东西的朝向变了 还有 这谁放着的 我去掉监控 是我 我 怎么回事 这 不好的预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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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顾总不欢迎我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入职特别来向你报到 行不正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拐 你是其中一个 对 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 是花园HR们请猎头公司 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 怎么 顾总不希望看见我 南宫小姐多虑了 花园都有真才实学的人求仙若可 既然南宫小姐已是行政花了大力气挖过来 当然是对花园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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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 总裁也会加班吗 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喽 怎么才半天没看见我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才没有忘记呢 顾兴成 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 才没有呢 奶奶让我来送汤 汤 什么汤 不会是乌鸡汤吧 还加了冬虫下草 饿椒的超级补汤 骗你的啦 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 怕你太忙没时间吃晚饭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陪我一起吃 我倒是想陪你吃 但是最近我在减肥 好吧 那我自己吃吧 我早就想尝尝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我早就想尝尝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听说特别好吃 行了 一起吧 怎么了 我只带了一个勺子 我的勺子 没关系 你的就你的吧 我们一起用 西城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刚进花言 想用最少的时间最多的了解公司 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 做最万全的准备 周围是慈善婉姨的发起人吧 他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 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老朋友 他今天刚入花言 我还没来得及 副总 我还有非常重要的 研发问题想要请教 等你吃完饭后 我可以再过来吗 来 顾总 我 吃不下了 您慢慢享用吧 熙熙 熙熙 你可回来了 奶奶 您怎么还没休息啊 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 还能睡得着啊 你看看吧 怎么了 我看看 你看 从事就有 你说这小子 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 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还让那个新闻乱写 奶奶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我都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奶奶在意 这个南宫琉璃啊 她是来者不善 冲着西城来的 西西 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 你不能纵容她们 在公司里面天天眉来眼去的 俗话说 进水楼台仙得月 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 你 去花言上班 我 就是你 明天啊 我就安排人 把你呢 放在西城的旁边 你给我看着西城 绝不能让他人 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 就这么定了 怎么突然想到 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不是经常一块喝酒吗 子毛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她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 我没想到 最要进了顾家的是她 南宫 未婚妻 但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你果然还是 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怎么可能放弃呢 不愿 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 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 你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桃源啊 我们也认识时间也挺多的 好 怎么样 味道不错 顾总 正好贺小姐也在 顾总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 也在做美妆博主 还跟花言有合作 成绩还十分不错 您过家了 你给顾总当助理 实在是屈才了 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过来帮帮我 研发部 那不是花言 最核心的部门吗 她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我看还是算了吧 突然想把我调走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如果我过去她身边 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目的 也能更好地反击她 我想去 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如果能跟着南宫总监一起学习 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HR那边 HR那边我亲自协调航过去 西城 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集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去 好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好 进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 四点前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好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 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 但是 不能掉以轻心 好 谢谢南宫总监 好 坐吧 好 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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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研发部 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 外包装方案 新晋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 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 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南宫琉璃总监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西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 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 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西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 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别误会 锦西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 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柱设计是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来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号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干疼假 还好吗 我没事 这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 是吧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 不过 你难过 是因为顾西成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他 不公平 就 是 工作上的事情 我能自己处理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花燕不提倡加班 早点回去 其实 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 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 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 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 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西 你再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 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喂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回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懒得厉害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什么 没事啊 别生气了 走 请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难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她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了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伯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 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 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吃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正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厅吧 帮我铺一下餐厅吧 好 那先这样 谢谢系长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好 贺景夕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意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 得到应有的保障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对 南工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假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 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 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 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 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进 有什么事 直接说 西城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西吧 就是因为她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西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贺锦西做的吧 有区别吗 她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属命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气走 那你说她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她关系好 谁又凭她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我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跟我看看吧 行 老大那边有情况 素来香药 好 可以 夕丑 我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一样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西城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等我 就等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试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后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西城 不要 不要这样 完了 完了 这个老板你要是来了 你不去要万大了吗 不行 不行 打电话 老板 您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那边 完了完了完了 却要完蛋了 有口红吗 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总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要多少有多少 好 老板娘 什么色号 历燕宫纯号 顾兮丑 文rage 冰冰 冰尔 花园 花园 靠瓶 聊天 对你告白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高拐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小飞 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落日大餐吧 怎么样 我不去 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 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 红月很神奇的哦 神奇 据说月亮呢 越靠近地球 磁力就越大 磁力呢又影响人 说定了 今晚你的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 就对你死心塌地了呢 什么死心塌地 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 吵个不停 这个顾西成 陆安安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你怎么样了 和司徒什么情况 谢谢 你快点来救 救我 你又 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陆安 去哪儿了啊 去哪儿了呀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真喝醉到哪儿了吧 什么啊 这不是 有女朋友准备的惊喜现场吧 我是不是走错了 还是先去找安安吧 姐姐 看那一场声大的烟火 从星空划过 映入你的眼中更璀璨 你有种特别魔力 怎让我心乱 也让好多时刻 变得不平凡 手机点点滴滴的喜欢 装进糖果冠 等到那点分给你一半 好心情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破了世界 隐情感觉 你变换 坏天气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失眠也有关 你是密提唯一的答案 陆总 换案做好了 我来 您好 您摸此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摸此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摸此电话 您好 您摸此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顾学长 你搞什么啊 我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因为南宫的到来 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 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我忘了 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 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 并不是很擅长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 我也忽略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幸运 但无论在顾家 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可以 原谅我吗 你惹我那么生气 几盏星星灯 一束花 却想让我原谅你 我不 好 那这样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贺锦夕 贺锦夕 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 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 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 我去对用料数据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 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你身为研发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身为研发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身为研发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身为研发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 救我 安 救我 安 救我 你别跑 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拿钱干事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 救 救 救 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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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熙出事了 快去找顾锡城 我们去绣打 好 起开 你现在不能进去 有事吗 起开 别逼我揍你啊 老板娘出事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 熙熙出事了 老大 出事了 老板娘出事了 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 说被一个陌生司机 带到了远郊 然后他跑了出来 然后反正很危险 你赶紧去啊 熙熙熙熙你别去 熙熙熙 又是你安排的吗 是我 都是我 全部都是我 熙熙接点花样 快接地花样 熙熙 是我 熙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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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安不安全 快把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接你 好 熙熙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熙熙 熙熙 你别怕 定位我收到 我两分之处会到 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让他看见 你知道吗 熙熙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原来你在这儿 熙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熙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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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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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 我看见你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 出来啊 我看到你了 来 你在哪儿呢 原来你在这儿啊 明镜需要再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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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我 我只是 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 我让你下半辈子 师祖老犯 四祖 站住 我跟他们佩服 我本来完的 他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顾西城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有点睡不着 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举不点害怕 咱们再试一会儿 咱们再试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事 我陪着你 睡吧 音乐 睡吧 睡吧 晚安 谢谢你在 来呀 你没事吧 哥哥 小笨蛋 西成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盒子 你别误会 我不是故意要动你东西的 我是在找打火机 看到了这个盒子 我以为里面有 出去 西成 我让你出去 顾西成 顾西成 西成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我不需要别人帮 可我不是别人啊 这些照片 就是你偶述痞的原因 是吗 照片里的那个男孩 是你的哥哥 对吗 这和你没关系 把东西放回去 顾西成 你不要再退回去了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 我们不是说好 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 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 我可以帮你的呀 我不需要 这些事情已经刚才我悲伤 挣扎二十年了 我宁愿每天收尽他们的煎熬 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 你把伤口揭开吧 我可以替你承担 我不需要 我自己可以 完全不需要 别人帮我 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承担 那家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 顾西成 偶数匹已经成为你生里的巨大负担 你再背下去你会垮掉的 那就让他垮掉死了就好了 西成 西成 你不是想知道他的事吗 好 我告诉你 他是我哥 是整个顾家上上下下都绑在掌心 最聪明 最疼爱的大儿子 顾南征 本来他才是顾家的一切 花言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是我 是我在他七岁那年 害他遭遇意外车祸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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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睁正在看着他在医院躺了七天 整整七天 最后 四川 是我毁了顾家的印记 是我害得妈妈抑郁症爆发 妈妈 妈妈只能被他远走 妈妈只能被他远走 是我害奶奶 并同缠身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 是我害死了我哥 是我毁了顾家的一切 你 这答案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喂 顾西成 我现在不去找你算账 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么恶劣的天气 为什么西西一个人在外边 你不会连台风天在海边有多危险 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如果西西有个三长两骨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他为什么会情绪低落 一个人来海边 喂 顾西成 西成 月光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 都要给彼此说话的时间 给彼此解释的机会 不要吵架 不要转身就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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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 我也不好 不应该随便发你的东西 更不应该 试图揭开你的伤疤 你说得对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二十年了 我也把它扛在肩上 扛了整整二十年 如果我不把它 抛开放下的话 总有一天我会被压垮的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 家里的那些药 都是我撑不下去的证明 都是我撑不下去的证明 我永远放不下我心里面的结 我没有办法 面对哥哥因为我而离世 我更没有办法 原谅我自己正跟顾家因为我而毁掉 不是的 没有人责怪你 没有人要你抗责任 那是个意外 六岁的你也控制不了那个意外啊 可是哥哥他真的走了 从子家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 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一双凯子 一个杯子 一件衣服 一双鞋 一个我 你还有奶奶 你还有我 希希 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永远 都不会离开我吗 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 我们 希希 我不在乎我们之间有多少阻碍 不管是南宫琉璃还是富泊洋 还是我们的过去 我的偶数品 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希希 我喜欢你 比你想象中的 比我预料当中的还要更喜欢 医生 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就好了 你 restrictions 我 姐姐 姐姐 宫星辰 兄弟 我承认 我来花言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工作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能力 为你付出 帮你把花言做大做强 但是你为什么要 推开我呢 西城 我们没有可能的 为什么 当年 你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知道 你跟奶奶要了一笔钱 你竟然知道 从你走的那天我就知道了 南宫 我原先和大家一样 对社团唯一的女生特别地关照 但是我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西城 当年我 如果当年在大学天文社里面 我对你只是朋友 那么从你跟奶奶要了钱开始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你不要误会 我 我并不是贪图奶奶的钱 当年我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事的 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 让自己过得更好 很多人都会这么选的 这并没有错 只不过既然自己选择了 自己就要承担后果 今天的你 今天公司的选择 就是你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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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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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公 干 干杯 你今天怎么了 状态不对啊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就是觉得很不安宁 甜蜜过后开始纠结了对吧 我就知道 等贺锦西回来你要怎么办 你是要去跟顾西城谈牌 还是跟贺锦西谈判 你那个姐姐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你不想见阿姨了 安安 你别再说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些吗 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喜欢上她了 服务员 再来杯酒 那边有两位小姐 我想请她们喝稍微高浓度一点的酒 她们的消费 我来买单 好了 去吧 我觉得吧 你那个不省油的姐姐 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你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呢 也控制不住自己 对吧 我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谢谢 谢谢 西西 你慢点喝 好 希希 喝醉了之后呢 睡一觉 明天就把不开心的全忘了 不歇成啊 你不要再招惹我了 你好 小姐 您的朋友在后面等您 我的 对 谁啊 希希 你乖乖的 我去就回啊 马上就接你回家啊 拜拜 别喝了啊 来 希希 希希 你还好吗 谁啊 我不认识你啊 希希 你喝多了 我扶你起来吧 来 来 不要 不要碰我 不 不要碰我 希希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放开我 好 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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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是那么一男性是谁啊 你一直过来 你走回了 不是我没有我没有 别骗了别怕别怕 别怕了 我没有 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别拍了 别拍了 谢谢 别拍了 别拍了 你怎么离开了 是真的吗 我没有 不是的 不是的 你说了错了 这不说两句 说上去吧 赫小姐 说上去吧 赫小姐 谢谢 走 这人是谁啊 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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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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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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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小姐 别拍了 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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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走的 想走的 我就是想走的 我觉得他想走的 好像能够的心扰 整体的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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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等谁 这里交给你了 各位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处理 咱们晚上见 好的 过去 好 好 赫小姐 傅北安在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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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南宫 南宫 琉璃 她是我 深爱的人 Rule 来 走 来把我走 快 快 快 你好 你好 还有中国吗 你坚持一下 你别睡 别怕 我先给你叫救护车 你好 有人伤害了 我在五条路上 走走走走走 你别睡 坚持一下 你给我说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啊 在国外的那几年 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 直到南宫出现的那一刻起 我灰暗的人生中 终于出现了一束光 我爱上了他 虽然我知道 在他内心深处 同样铭刻着一个重要的人 他没关系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对我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了 我希望他开心 希望他能得到幸福 哪怕到最后 陪在他身边的人不是我 都没关系 我的命是他的 要我怎么偿还 都不过分 当他知道顾西成有女朋友之后 十分痛苦 我看他痛苦的样子 我的内心 像针扎一样 像刀挂一样 我 比他还要难受 所以 我 我决定 破坏顾西成 和他女朋友之间的感情 你还是我小时候 认识的那个傅伯雅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所以 我处心积虑地 想要接近顾西成的女朋友 甚至开着车在你家附近徘徊 就是为了想办法 和顾西成的女朋友尽力联系 对不起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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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聊一下吧 放开 我和你没有话好说 放开 西西 你不要忘记了 你还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放开 附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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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做了什么 只要你再缠着心心 我借你一次 打你一次 顾西成 我求你不要 这笔账咱们没完 我会跟你慢慢算的 南宫小姐 你男朋友托我们交给你一封信 这是一个时间很久 我寻找不到 你一封信 后来我担心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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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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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拿好快点 顾总来了 顾总 顾总来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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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顾总 你和和谨西的关系是真的吗 顾总 咱们开门一下吧 西西 你怎么也在这儿 网上的直播都出来了 看这里 顾总 顾总 这边 这边 顾总 这边 顾总 这边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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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照片中的傅先生 只不过是普通朋友 我和我的未婚妻 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作为花言集团的总裁 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承诺 这样捏造的新闻 是不会影响我们新产品的上市 更不会影响集团股票的波动 这轻飘飘的几句话 让大家怎么信你啊 你有证据吗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对啊 捏造 怎么回事啊 对啊 你有什么 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啊 杜总凭什么说 我和希希之间的感情 是捏造的 你能详细说说吗 具体说一下吧 照片中的另外一方是我 你们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难道不应该采访我吗 那你说一下呀 说一下 说的吗 您说说吧 您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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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两句吧 就像大家所想的那样 我和顾总的未婚妻之间 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贺锦西小姐喜欢的人是我 绝对不是花言集团的总裁 顾希成先生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在这儿待着 交给我就好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还要说 贺锦西立佑花言集团总裁未婚妻的身份 抢走了属于花言集团研发部 南共琉璃小姐的一切 她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抄袭的 都是假的 行文你有什么证字吗 证 怎么会这样的事啊 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走 这是事发当天 我未婚妻 在酒吧的监控视频画面 画面里非常清晰地显示了 她和她的闺蜜在点酒的时候 有人偷换了她们的酒 在她喝醉之后 调走了她的闺蜜 在她并不清醒的情况下 设计偷拍了她和这位傅先生 还有 这是几周前 南共琉璃和私家车司机见面的画面 南共琉璃因为个人恩怨 设计把我的未婚妻骗到郊区 差一点 让她出现了生命危险 我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公开 但是我的容忍和退让 并不表示你可以步步紧别 伤害我爱的人 傅伯雅 你和南共琉璃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 从现在开始 她不再是花言集团的人 这些证据我会交给我的律师 该你们负的责 我会让你们一一负责到底 不行 这 这是真的吗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你刚才还在台上指责故纵呢 对 解释一下 你有什么证据吗 解释一下吧 你刚才在台上没说 回应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傅先生 解释一下吧 说一下吧 假的 这都是假的 这些素材 这些素材 全部都是合成的 你们要相信我 我说的才是真的 我说的才是真的 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 是呀 相信我呀 你刚才在台上 想去好好地说一下 是啊 先生 是啊 先生 你刚才在台上 кто就说一切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 解释一下吧 我 是啊 不能去张认输 下 我不能去张认输 是啊 先生 难过还在等我的好兄弟 是啊 你怎么在这个东西来啊 先生 你詳续说一下 是啊 先生 说一下 您可以说一下吧 说一下 已经快点到 你说你自己啊 你详续说一下 是啊 先生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告诉你 顾西成 你给我听好了 你所深爱的未婚妻 她其实根本就不是 不呀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不呀 这是谁啊 这是哪位啊 这是谁啊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呀 请问您是哪位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跟我们说两句吧 是谁啊 那我们说一下吧 您说两句 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都是我做的 是我的错 让我一个人承担 南郭双姐 您当时做了什么呀 你都做什么呀 你说一下吧 不是她 你做了什么 不是她 不是她 不是这样的 那仔细说明一下吧 不是她 不是她 不是这样的 是我做的 你说一下 不是她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和她无关 不是她 什么呀 是什么呀 这不是说什么呀 设计心还顾总的未婚妻 差点还能出危险 不是 以及刚刚 我所说的那些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和她无关 什么事情是您做的 南郭小姐 你一点都不贵 不要 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吗 南郭小姐 别说了 南郭小姐 南郭小姐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要为难她 不是 不要为难她 我们不要为难她 不要 小姐 现在不知情吗 我现在就副责 你想要负责 我副责 你想要负责 我下去去负责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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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言 快 快 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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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喝几些 兮兮 我看你现在过得很不错嘛 你在哪儿 妈妈呢 妈妈对你来说还重要吗 我看你现在过得乐不四处的样子 都快把我们忘了吧 贺锦西 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 你确定你敢跟我当面聊吗 只要我出现的地方 你就会失去一切 宋元熙 宋元熙 贺锦西 你的脸 整容失败做了个修复 幸好这张脸还算不错 妈妈呢 不要着急 先借给我三百万 我有急用 我 我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你不是问西成要了一笔钱吗 怎么那么快就败光了 做生意有赔有赚很正常 你没钱 就去跟顾西成要啊 妈妈呢 不用担心妈妈 她的手术很成功 现在在国外恢复得很好 怎么样 放心了 那赶紧去找顾西成要钱啊 贺锦西 你别太过分了 少说废话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找顾西成要来三百万 你就有机会见妈妈 要是拿不到钱的话 和贺锦西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一下 我等你的好消息 套奸 好的 请稍等 不好意思 您的信用卡支付失败 请问您是不是要更换一下支付方式 不可能 我回国之前明明已经全部还款解冻了 再试 好的 请您稍等 喂 贺锦西小姐 由于您个人证信出现严重问题 银行已将您名下所有信用卡冻结 请您遇见一期携带个人证件 来武汉办理 冻结 你们凭什么冻结我的卡 凭什么说我真心有问题 喂 喂 不好意思 还是不行 再试 好的 您稍等 您稍等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住就不住 我告诉你们 我有的是地方住 喂 喂 喂 亲爱的 我今天刚从国外回来 晚上能不能住你家 喂 喂 喂 以前一口一个锦西姐笑得多好听啊 现在呢 通通都不见人意 凭什么苏妍夕可以这么舒服地住在顾家 这一切本来都应该是属于我的 怎么了 西朝 我有话想跟你说 嗯 你说 其实 我 西朝 锦西 梅姨 您怎么回来了 奶奶呢 老夫人也回来了 最近老夫人身体呀很不错 心情也好 正和我商量着去国外玩一趟 这不是出发前过来看看你们俩 对了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 对了 锦西小姐 你有个亲戚过来了 正陪着老夫人聊天哪 亲戚 嗯 走吧 走吧 老夫人您真是太可爱了 老夫人 老夫人 她们回来了 啊 真的 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锦西 奶奶都想你了 奶奶 锦西 看到你现在过得那么幸福 我也替你高兴 这位就是锦西的未婚夫吧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锦西的表姐 苏妍夕 锦西 我突然过来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你不会 哈哈 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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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欢哟 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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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要了 你不会 你不会 如果真的是感情如胶似钦 又怎么会不同床 还是说 他们之间有什么隐情 如果他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那我如果想抓住顾锡城 岂不是机会更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对我好一点 对吧 锦西 刚刚回来的时候呀 你说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要乌龟原主 乌龟原主啊 对啊 天使之类 对 那是我妈妈的东西 以前你觉得喜欢就拿走了 那个时候你还小 不懂事 不过现在 我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应该误会原主了 那个项链不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吗 什么呀 锦西说那是她的东西了吗 估计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吧 锦西 这到底怎么回事 锦西 你也想看到 项链在回到我手里呢 对吧 对 那条项链是苏颜希的 我现在就回房拿给你 满意了吗 对不起啊 锦西成 可能 我不应该要还我妈妈的东西吧 苏颜希 你还挺会装可怜啊 得想个办法 让你有口难言 天使之类呢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走 我希望你能珍惜一点 一条破项链 有什么好珍惜的 我就是不爽 凭什么这些好东西都在你手里 何锦西 你别太过分了 这就过分了 苏颜希我告诉你 你手里的东西 我要一点 一点的 全都抢过来 好了 你走吧 这些 这些 瑾熙 瑾熙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刚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啊 瑾熙她非要拉着我给我买东西 说是看我可怜 想对我好一点 我好 顾总 我可以叫你西城吗 有什么事进来再说吧 不用 就在这说吧 今天你和希希逛街了 对啊 回来的时候不得跟你说了嘛 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 希希也不喜欢向我开口 她只会默默地承受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要求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是她的表姐 也是我顾家的客人 你的要求 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 为了希希 我都会满足你 我要说的就这些 凭什么 凭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和爱护宋颜希 凭什么 好 何景希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从小就比他努力 比他聪明 他苏颜希能做到的 你只会做得比他更好 你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收手啊 你把妈妈还给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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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第一 从顾西城那里拿到三百万 还有第二 第二嘛 就是顾西城现在对我成见太深了 我不希望在他心里是这个形象 我要跟他单独吃个饭 你安排一下 你别做梦了 我是不会替你做这种安排的 这么无情啊 那你就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妈妈了 别再拿妈妈威胁我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你 去做这种没有底线 还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啊 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不能拿到三百万 如果 我不能单独跟顾西城一起吃饭 那么我就到所有人面前 拆穿你的真面目 并且 我还会把妈妈带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 你 贺锦西 你别太过分了 过不过分的 就看你的表现喽 三天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 西城 我到底该怎样做 才能见到妈妈 也不伤害你 喂啊 西西 我们找到阿姨了 真的 是司徒通过贺锦西的打车订单 凭借出了她今天去过的几个地方 发现她的订单连接起来 就在远郊的疗养院 我们已经查到电话打过去了 疗养院确定阿姨就住在那里 真的 妈妈就在那里吗 你快点悄悄溜出来 我们在疗养院门口等着你 好 我先去 有消息再联络 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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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姐姐带你来的吗 妈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 恢复得也特别好 我已经能下地走了 别别别 来 就是医生啊 让我多卧床休养 这次啊多亏了锦西 妈 安安再帮你办出院手续 一会儿我们就走 颜希啊 你和锦西怎么了 我问了她很多次 她就是不肯告诉我 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了 妈 其中的事情 我以后再跟你说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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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先上来吧 是啊 阿姨 希希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走吧 来 阿姨 小心一点啊 来 当心 当心点 坐这儿 好 慢点 苏颜希 希希 希希 你睡了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锦细啊 你回来了 孙元欣 你想干什么 谁允许你来见妈妈的 还敢把她带走 贺锦细 你干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敢拦我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一直欺负兮兮不说 怎么 现在还想动手打我啊 我告诉你啊 你待会儿胳膊腿折了 别说我没警告你 你动我一下 试试 你 贺小姐 你是没长嘴了 不会好好讲话吗 都欺负我一个人是吗 苏妍欣 你现在长本事了呀 居然找了一群帮手 从下午顾锡细城那场饭局 就是个鸿门宴吧 你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找线索 所以找到这里来是吗 是 我就是故意骗你去吃饭 拿你的手机 查了妈妈在哪儿怎么了 你把妈妈带走大半年了 一通电话都不给我打 我现在找到妈妈 我就要带她走 你不要忘了 她的医疗费是我出的 在国外陪她斗手术的人 也是我 而你 只会眼睁睁地看着她去送死 你的钱都是骗来的 那有怎么样 我从顾锡城那里拿钱 让你不满意了是吗 你别忘了 骗她的人不是我是你 希希 希希 老大 我开灯的 anto小民就被冤枉了 我凭天 土老大 他干了 下来 小民就去 他爱你 我 去了 让我上走 西成 我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西成 我是 她是苏颜熙 我才是贺锦熙 什么 她的名字叫苏颜熙 我的名字叫贺锦熙 我们两个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就在半年以前 我的脸还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后来因为一场事故 我做了个修复 但是跟你签约的人是我不是她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竟然冒用了我的名义 来到你的身边 不是 不是吗 还诱惑你 让你爱上了她 现在 对 她不仅骗取了你的信任 还寄予你的家产 就连我唯一的妈妈也要抢走 不是 她不仅仅是一个骗子 还是一个特别坏特别坏的女人 贺锦熙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 给我闭嘴 西城 不是这样的 西城 不是这样的 西城 西城 你听我解释啊 安安帮我照顾妈妈 赫锦熙 你别碰阿姨 你给我滚开 你才给我滚开 闭嘴 谁都不能碰阿姨 直到苏妍熙和老大回来 赫锦熙 你要再敢碰阿姨一下 我去报警 你 你们 妈 阿姨 妈 阿姨 你是吗 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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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昔诚 昔诚 你等等我 顾昔诚 顾昔诚 你等等我 顾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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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听我说两句 好 你说 我听着 刚刚 刚刚 刚刚我 你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那我来问你 刚才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你的真名叫素颜惜 而不是叫贺锦熙 他真是你的双胞胎姐妹 他真的是你的双胞胎姐妹 曾经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那和我签订七月的人 不是你 所以你真的骗了我 你冒用他的性命来到我身边 真的是为了拿走 那一大笔七月经 来给你妈治病是吗 不是的 金城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为什么 好 我再问你 为什么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不告诉我 如果 你冒用他的性命来顾家 来到我身边 是有苦衷是有理由的话 那么你这个姐姐来到顾家的时候 威胁你 给你提出要求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难道我在你心里面 是这么不值得你依靠 不值得你信任 和不值得你坦白的人是吗 不值得 西城 你听我解释 我 我没有办法 还是说 在你心里面 连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 怎么可能 那你告诉我 从来没有骗过我 你爱我 你看到你 你心里面 你 嘛 我 嘛 我 你的心也 你 我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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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过来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别跟过来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别跟过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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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错 对不起 我认罚 你罚我全年奖金薪水都可以 怎么都行 你觉得这是罚薪水的事情吗 我知道 和薪水和公司没关系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安安和苏妍夕让我保密 我也怕告诉你 你接受不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那你去选择你信任的人吧 你不能吃这些药 司徒书 你别以为你们很了解我 就可以控制我 那么当初就别把他送到我身边 让他欺骗我 我先求你清醒一点 他做的一切都是被逼的 他不是真心想骗你 但他明明知道我爱他 可他为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瞒着我 如果他真的爱我的话 那就应该向我来坦白 但他并没有 并没有 是 他做错了他没跟你讲 但你想过为什么吗 他怕跟你讲了你接受不了 他也怕失去你 他做的一切都是被逼迫的 但苏妍夕绝不是一个 因为钱 才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赶紧放弃吗 西长 你甘心放弃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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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醒了 有没有好一点 我帮你去叫医生啊 希希啊 妈妈没事的 你怎么样 你姐姐又为难你了吗 妈 我找到你了 身边也有朋友帮忙 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放心 等你好一点了 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再也不回来 希希啊 你带妈妈走了 那那天 那个喜欢你的孩子呢 我虽然不知道 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能看出来 那天来的那个男孩 他是喜欢你的 对吗 你们怎么了 难道 你们分手了 对不起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有教导好锦西 总是让她欺负你 不是的 现在害她 连你喜欢的人 都不能在一起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的错 妈妈让你受苦了 喂 西城 你怎么主动打给我呀 我还以为 以后再也接不到你的电话了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不过正好要出门 你想见我吗 那不然我不出去了 或者 来化验找我 我给你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过去恐怕得 喂 喂 她这是什么意思 要找我兴师问罪 喂 难道她跟苏元熙 那个丫头和好了 不可能 去就去 谁怕谁 是 贺锦析小姐 既然来了 坐下聊聊吧 站住 贺锦西 是贺锦西吗 来 转过来看看 你脸怎么了 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 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你说什么 我不认识 我是你爹 你不认识我 来 看看我是谁 来 看看我是谁 仔细看看啊 我早就和你们断绝关系了 我没有父母 也没有家人 我进去 我打死 多了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 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最好 不要闹出什么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贺总 你先回避一下 好 你等着我啊 等着我 撤资 你父亲的公司因为敲诈手段 递交给我们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 我就知道这个老东西嘴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 至于你 你采用冒名手段和我签订夹的合约 我已经把合约交给我的律师三天之内 他会亲手把律师函交到你的手上 顾西成 你敢告我 我当然敢 你采用冒名手段 从我这里骗走这么多钱 自己挥霍一空之后 还让别人顶替你的身份 替你履约 这在合同法上面已经严重违约 我当然可以追究你的责任 并且按照合同条款 十倍赔偿 十倍赔偿 我哪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赔偿 却有胆子 让别人替你履约 自己把钱花完之后 又把所有的责任 推在别人身上 顾西成 你今天不是来找我谈判的 你是来找我追究责任的是吗 我真是不明白 苏元熙对你下了什么药 让你这么护着他 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 苏元熙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如此欺负他 我欺负他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告诉你 从小到大都是他在伤害我 他在欺负我 妈妈 妈妈妈 你看 我考试可能 妈妈 我考了一百分 我看看 又是一百分啊 我的元熙最棒了 想吃什么 走 妈妈给你做去 走喽 这么棒啊 又是第一名吧 又是第一名吧 几希 给爸爸笑一个 爸爸 我也要拍照 来吧来吧 一块来 一块给爸爸笑一个啊 笑一个最漂亮的 太漂亮了 爸爸 我要看看 你看看 漂亮不漂亮啊 颜熙啊可真漂亮 笑起来呀超可爱的 震东啊 你这个小女儿可得好好培养培养 长得太漂亮了 谢谢谢谢谢谢 你们拍啊 好好好 你看 都夸我姑娘好看 看 走 赶紧走 赶紧走 妈妈 妈妈 锦夕 锦夕啊 听话 听话呀 发愿把你判给了爸爸 去 快去 好了 干什么 妈妈 我为我妹妹要听话的 你别不要我 别不要我 妈妈没有不要你 是发愿把你判给了爸爸 妈妈 锦夕 你要照顾好自己 走 你 你给我回来 妈妈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再给我回来了 听见没有 以后你没有妈了 听见没有 走 走 妈妈 妈妈 如果当年 我不用跟贺真东一起生活 我就不会变成今天的贺锦夕 我不会欠下那么多债 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没有错 如果当年妈妈带走的是我 素颜夕的一切都是我的 她的朋友 工作 人生都应该是我的 包括你 你错了 就算当年你母亲带走的人是你 你这辈子 也无法拥有希希的一切 人生 朋友 工作 爱人 从来都不是因为你是谁 就可以拥有的 希希现在的一切 全靠她的真挚 善良和努力换来的 并不是把贺锦夕的名字 改成苏颜夕 你就可以拥有她的一切 你能成为现在的贺锦夕 只是因为 你是贺锦夕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整理自己的人生 不要再这么荒废了 不然连神仙都救不了你 现在 我可以以希希的名义 借你一百万 借 对 因为希希 我可以放你一马 你可以把一半的钱 拿去传还债务 另一半 我希望你可以整理自己的人生 重新开始 所以顾西长 你不告我了 是 但并不是原谅你了 只是因为 你是她的亲姐姐 如果你还能心怀善意 去感谢她吧 所以她是她的 你是她的 她是太太 她是甜蜜 行 她是甜蜜 真的她是甜蜜 她是甜蜜 你谁想的 我应该说 我还有一个 你也想要看你 但她是甜蜜 给唯一的一个人看 我用我的 我突然不想让你走了 就算是工作 我也想让你陪着我 小班费 好的 想要跟着你 西程 我要走了 我想告诉你 虽然我是代替姐姐 才来到你身边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 一直都是真的 我一直都想把真相告诉你 但是我害怕 我会伤害你 会失去你 顾西程 我爱你 从开始 我会说 你真是什么 人是你 就说 你又想把天 你 在试炼了 我会 mean 你 是 成功 我回来啦 妈 我回来啦 我 妈 妈 妈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锦西 应该不会是 是爸爸 妈 熙熙 妈妈心情不好 想出去走走 你到银沙滩海边来找我吧 银沙滩 妈 妈 妈 去哪儿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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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不管曾经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来到我身边 我对你的感情 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些而变过 你说过 一直相信我 所以这一次 也请你相信我 我爱你 可当初是我和姐姐一起骗了你 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 是我伤害你那么久 不是的 我们会在一起 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姐姐 是我们先相遇的不是吗 那可是自路口 而且你不是告诉吴都佑 你依然爱我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他 我一直在你身边 陪着你啊 我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当初你一定要拍回 那条天使之内的项链 我也知道我为什么 会对那条项链这么熟悉了 为什么 你忘了吗 小公主 下面有请顾西城小朋友 上台表演 西城小朋友 请你带来 怎么了 西城 该你上台了 西城 不要怕 你是小男子汉 要勇敢 老师 我陪着他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男孩 是的 我只不过戒毒了半年 就转走了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 依稀记得 你似乎姓赫 叫兮兮 当时我叫赫颜兮 兮兮 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吧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不行 为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怕和你在一起 我会再次伤害你 对不起 快 快 新衣要走了 你放心 有我司徒朔才 一只蚂蚁都 你不是便宜兮吗 我可能和你派断 你不在一起 看开心 你不可以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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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真高兴啊 是的 以后常来啊 好 你们这些孩子 这 都挺乖的啊 什么时候举些婚礼啊 是吧 亲家母 老夫人 您看着安排就行 一切都听您的好 那就明天 立刻 奶奶 我同意 打我呀 讨论我 希希 你不是吧 又迟到了 我离西安就两条街了 可是姑息诚说 如果我差了一分钟 我就拿不到西言心里的推广了 拿不到 那他让你做什么 回家做坏人的老板娘 苏言希 绝交 来不及了 好难 西朝 又迟到了 没办法了 你是拿不到西言的推广 所以你只能跟我回家做我的 古代代了 这幸福 这幸福 一遍一遍 跟着海 风吹来 一层一层 好像 蓝花展开 好想我 就要 对你告白 怎么办 不从不从 挑战心 同结盖 朋友朋友 朋友 朋友 走过你 你的城 尖程 皇上 就要 你 一两个人 你 我 我 你 和你 帅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